秀玉秀厨艺 成功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新的服务处 已经在近日内完成桥迁启用 为了不打扰各界 新服务处的桥迁非常低调 不过为了感谢协助搬家的服务处员工等人 杨秀玉特地请来两位有好厨艺的好姐妹 梅子姐以及林家阿姨阿梅姐 利用新服务处里面秀玉的厨房 秀一下厨艺 由梅子姐提供亲手制作的腌制萝卜和嫩姜 以及亲手烘焙的柠檬棒蛋糕 以及生菜沙拉 特别是沙拉酱更是当场新鲜制作 阿梅姐则是负责爆炒蜜汁排骨 和洋葱肉末炒豆腐 这个很好吃 杨秀玉则是负责当二厨协助伴草 这个叫做蜜汁排骨 两个都可以 杨秀玉希望用色香味俱全的家常美食 来感谢大家的辛劳 也让秀玉厨房正式启用 今天我要特别介绍我们七肚区有两位 有的是美自备的美丽的美 一位是阿美阿姨 另外一位是梅子 美女也是我的好姐妹 他们两个今天到我的秀玉厨房来秀厨玉 秀厨玉 然后一位就是我的阿美阿姨 她就秀的这个蜜汁排骨 很好吃 我刚刚有稍微品尝一下 另外一只梅子 她做了这个蔬菜沙拉 蔬菜沙拉 那欢迎乡亲 如果你们有这个拿手招牌好菜 欢迎到我七肚的服务处 我这边来切脱一下 也教我们大家怎么这个料理这个美食 另外新的服务处空间 也比原有旧的服务处大上一倍以上 整个服务处从外面行销七肚的壁画 到里面办公桌椅 各项好朋友制证的自画摆设 全都由杨秀玉自己亲手布置 也将用新的服务处和服务处的新厨房 为选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的服务处原本是在我们这个 就是南新路十一项一号 那现在在就是巷弄的另外一头 是斜对面 走路大概五秒至十秒就到了 那就是在光明路的六十八号 光明路的六十八号 那因为这个新的服务处 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那大门进来这边 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发想 那也是临时一个灵感来 那就用我的名字秀玉 那我突然间就在想到这个灵感 秀玉秀一下厨玉 所以我就在我的新的服务处大门进来 做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厨房 那我们都知道说明以时为天 那秀玉的服务处又刚好 在这个我们七度有名的南新市场 南新市场 那很多的这个各县市也好 包括各区都会到七度南新市场来采买 那刚刚我有提到说明以时为天 那我就突然发想说秀一下厨玉 然后这里就是让开放让我们乡亲 如果说你们有这个拿手的一个厨玉 可以来这边秀一下厨玉 然后就告诉我们乡亲 你们这个好吃的这个拿手好菜 分享给大家 那也欢迎乡亲 如果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地方 到我们的七度区的光明路 六十八号 也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切磋厨玉 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得好 也能吃得饱 也特地购买其赌前国富饭店主厨 所制作的油饭和炒米粉 以及三杯鸡作为搭配 让整个服务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氛 秀玉秀厨艺 成功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成功